中天新聞被NCC濫權關卡一年 持續透過司法討公道中 如果有國家權力的人濫用了權力 至少還有獨立的司法 可以為人民主持公告 如果連司法都失去獨立 成為有國家權力者 私刑統治的工具 那麼我們離獨裁就不遠了 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拜託司法加油 中天民間特徵組 為所有曾經或正在遭受 國家暴力和司法迫害的人們發聲 12月關台週年特應場 拜託司法加油